性感写真偶像如月 去年因意外去世 头号粉丝小力群 自发性组织了一场追悼会 邀请的全是群内最狂野的大佬 结果这追悼会 追着追着 就开始变得离谱了 受邀参加的人分别是 胖胖 严肃先生 史内苦 以及草莓女孩 胖胖是第一个道的 他总是会用自己的方法 来表示对如月的爱 第二个道的是史内苦 号称对如月的爱无人可比 是立志要死到如月的男人 严肃先生是第三个道的 人如其名 非常严肃 大家伙坐在一起 开始幻想还没到的草莓女孩 能叫这个名字的 那肯定是青春可爱型的 幻想破灭了 史内苦当场就要活死了草莓女孩 可能是让大家失望了 草莓女孩当场就开始了换装 人都到齐了 大家准备开始自我介绍 但草莓女孩略显羞涩 果然是个青春的孩子呀 这时候胖胖站起来了 说你们不讲牛啊 都穿西装来的 转头就要出门做到西服去 于是他就错过了追悼会最重要的环节 观看如月的写真记忆 几个男人用灵活的双手 对着如月的照片是上下其手 纷纷感慨小丽群的收藏 小丽群表示 这算什么 我还要更劲爆的 如月的亲笔回信 在追星的这段时间 小丽群一共给如月写过200多封信 终于在如月去世前 他收到了亲笔回信 这时候草莓女孩说 想要交换这张亲笔信 他拿出了一张签名 什么呀 这签名我有好几 但得知这纯印是他自己印象的时候 瞬间就感觉 偶像的签名 脏了 这时候严肃先生突然说 你们不觉得如月的死亡很蹊跷吗 为什么他要自杀呢 一年前的夜晚 性感写真偶像如月 在家里给经纪人发了一条短信 说果然不行 累了 谢谢 再见 然后在房间里倒满了油 一把大火 连人带房子一起点了 狂热粉丝严肃先生 在这一年里不断调查偶像死因 他多次去过案发现场 得出结论 如月是他杀 他采访过如月的经纪人 得知如月在遇害前 曾经被吃汗跟踪过 家里还有被闯入过的痕迹 但是没丢任何归中的东西 反而还帮如月打扫了房间 甚至还冲了马桶 你说这不是变态是什么 小力寻感觉到不对 如果如月被人跟踪 他的经纪人为什么没有报案呢 你怎么知道没有报案 小力寻拿出证件 因为我就是一个警察 严肃先生有性命保证 经纪人曾多次报案 可是警察完全没有调查 甚至都没有被案 如果警察当时调查了 或许如月就不会呗 听到这 草莓女孩受不了了 要离开这个地方 结果被严肃一把推了回来 你要去哪 你个跟踪黄 接着严肃拿出了证据 草莓女孩在论坛发过帖子 说用了如月同款的香薰蜡烛 很好用 但是香薰蜡烛的事 根本就没有公开过 他还有一个帖子 说如月的星云湖周边 真的好卡哇伊 但星云湖也没有公开过 结论只有一个 是草莓女孩潜入如月家看到的 不然他怎么会知道 偶然的一致 既然如此 严肃又拿出了致命的证据 如月家被人潜入以后 没有丢任何规则物品 只丢了一个他最喜欢的 铁证如山 草莓女孩终于交代了 他以前每天都在如月家对面 看着他 守护他 然后有一天他发现 如月出门没关窗户 于是他就顺着管道 爬到了二楼 帮人关上了窗户 看着房间有点乱 他就帮忙打扫了一下 也就是在打扫的时候 看到了香薰蜡烛 星云湖周边 还有如月的内衣什么的 等一下 内衣 那如此说来 草莓女孩就是凶手 但他又不在场证据 因为在案发当天 他因为吃了霸王餐 被抓进了局的 小绿星拜托同事查了一下 追悼会瞬间就变成了破案现场 而且还层层反转的 在案发当天 邻居所听到如月家有男人的声音 这时候草莓女孩说 他知道是谁 当天他正在远处偷看 守护如月 结果就看到一个机关头走进了如月家 难道如月有男朋友了 草莓女孩受不了打击 就去喝酒买醉 结果没带钱 就被抓进了局的 这时候 死内裤有点慌了 小绿星突然想起 机关头 他好像见过 他们抢来死内裤的包 果然发现了机关头的照片 但死内裤说的不是凶手 也不是男朋友 他只是礼品店的员工 如月喜欢的幸运壶周边 就是在他们店买的 案发当天 他是去送货的 进屋是因为帮如月 把清洁剂 把清洁剂橄榄油什么的 都换到了他喜欢的幸运壶瓶子里 而且他也有不在场证明 案发当天 发生了小迪针 他和老板一起在整理货物 老板可以作证 而且死内裤说 如月真的有男朋友 因为当天 他看到如月在做饼干 说是给重要的人做的 因为明天就是他的生日 严肃这时候又说了 如月确实有个青梅竹马 说长得像牧村拓哉 突然大家就意识到 严肃这消息也太灵通了 他们对比了经纪人的照片 果然发现这种肾虚的气质 是模仿不了的 严肃就是经纪人 在如月确实的一年里 他连饭都吃不下 爆瘦55公斤 小丽肃产生了 前所未有的自卑 我还投号粉丝呢 到头来 只有我和如月没有瓜葛吗 大家伙就安慰他呀 那不是还有一个人吗 就是胖胖 这时候胖胖走进来了 不装了 摊牌了 他就是如月的青梅竹马 突然 胖胖拿到对了经纪人 说要不是他工作逼得紧 如月又怎么会自杀 要知道 他之所以当偶像 就是为了寻找 四岁就失散的爸爸 听着听着 经纪人觉得 好像真的是自己逼死了如月 大家又整理性线索 案发当天 如月给胖胖打电话 说家里有蟑螂 好可怕 于是胖胖建议他 用清洁剂杀蟑螂 接着经纪人就打电话来了 要和如月确定第二天的行程 经纪人打电话是10点35 然后10点55 如月就给经纪人留一言了 说这里果然不行 累了 再见 那为什么一言不留给 重要的青梅竹马 反而要给经纪人呢 会不会是他发错短信了 假设这个留言是发给胖胖的 意思是说清洁剂杀不死蟑螂 我已经累了 至于为什么清洁剂杀不死蟑螂 是因为他把油当成了清洁剂 倒在了地上 因为如月最近喜欢上了香薰蜡烛 而且当天晚上还发生了小地震 所以说 如月不是自杀 是概率死亡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推手 大家就开始自责了 我不该换橄榄油 我不该让他用清洁剂 我不该给他安排有蟑螂的房间 我不该把他生下来 原来 草莓女孩就是如月要找的父亲 说到这 小丽群又自闭了 这时候经纪人说 你才是最大的推手 因为如月的尸体是在储物间发现的 着了火不往外跑 反而往里跑 只能说明 储物间里有贵重的物体 草莓女孩这时候说 如月的储物间里 有一个装满新的纸箱 而且小丽群的生日 就是如月遇害的第二天 如月的小饼干 就是为他做的 听到这 小丽群的大鼻涕都哭出来了 真好 害死得我也有分 第二年 他们又如期举行了追悼会 而这次来了个新粉丝 断定如月是他杀 他有至关重要的证据 一截铁身 电影当时就结束了 如月到底是怎么死的 没人知道真相 毕竟大家都在靠回忆猜测 但电影的成功就在于 所有的猜测都会让你认为 这就是事实 虽然你也没有任何证据 那么这期就到这吧 又是被草莓女孩伤害的一天呢 咱们下期见 好